长城的皮卡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能与其抗衡的品牌现在几乎没有 今年车展亮相的X-POW也是长城皮卡高级化的代表 日前从相关的渠道获悉 长城从去年开始就在研发一款基于P71平台的6x6的越野皮卡 该车有望于明年量产 6x6皮卡可以说是全球豪华皮卡的顶峰 最著名的就是奔驰G63 AMG的6x6 此外像福特F150到其RAM等皮卡也都有6x6的版本 长城的P71平台最著名的车就是长城炮 这款全新的6x6版是否会以长城炮为基础打造 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据悉新车的悬架使用的是前双XB后多灵杆整体桥 另外长城还为其研发了新的贯穿式中桥 目前该车的动力也没有具体的信息 但如果能够搭载长城自家的3.0T 9AT的动力 这台6轮皮卡的性能也是很值得期待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 这种6x6的皮卡属于极小众的车型 因为它的价格高油耗高还有政策限制 所以销量肯定会很少 但如果你能够买得起这个价位的车又喜欢这种风格 那么长城的6x6皮卡绝对值得等